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制者 这次游戏更新跟以往没多大的区别 不是时装就是抽奖一点意思都没有 唯一比较好的就是咱们可以跨服打本了 策划终于做了件人事 开始为我们玩家着想了 队长可以选择跨服或者是不跨服 可以点左上角的队友信息随意切换 趁一会就来了个小伙伴 还是个彩西岛的 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等的时间 太方便了 要是跟我一样的不喜欢自己跑图 咱们可以点自动匹配 大概两三秒就能直接进去了 怎么样这个跨服匹配是不是很脏 每次行动是可以了 再来试一下周本 刚好我大剧院一直等不到人 这下子终于有机会打了 选好大剧院后 这里要选择跨服匹配 直接秒记 这速度太千丈了 不用再担心阻不了人了 而且还有个好处 可以慢慢挑选一些强的队友 不用怕抽不成队伍 随便拿一个130护甲的 爱boss几下就没了 脆得要死 当然要是遇到邪霸这种大佬 咱们随便混混就行了 不需要太卖力 好压力就打到最后boss了 好久没这么轻松了 不像我昨天 打了三次都没成功 那种耐久是哗啦啦的往下掉 最后踩圈的时候 差点把我气死了 死活就是不踩圈 非要硬扛伤害 大飞儿快躺起的时候 才是最难打的 一定要多加准备 带有针头 方剑时刻还能救你一命 因为他没有踩圈 差点就方舍了 现在队友全都倒地了 我只能硬扛伤害 加油 还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好险 最后还是我比较厉害 可惜是蓝翔 辛苦打了大半天 不错啦 这次打的还算顺利 咱们队友有个是伐木弓 所以伤害差一点 要是全病毒的话 就没那么辛苦啦 不过贪心 给我个练势或者明续就行 嘿嘿 想睡觉枕头就来了 咱们回家合成一波 不放磁心直接满 千万不能怂 还要不是枪托 给了个练势 现在离我的七阶狼角 就差个明续了 今天运气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快来吸污去 好啦 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